還原度挺高 還可以加點 任務方面 其實這遊戲沒有導航 暫時還未知道 現在升到3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fy 今天回來玩玩仙境傳說守護永恆的愛 跟之前手機版的仙境傳說有很大差別 這個也是80% 或者是99.9% 神還願之作品 我覺得... 首先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手機始終有局限 但是它也可以做到一個... 真的做到以前的地步 相當不錯 我們選擇一開始有牧師 這位是弓箭手獵人 這個就是牧師 之前也是這樣叫的 戰士 叫騎士 不好意思 這個肯定是刺客 我自己比較喜歡... 騎士多一點 沒辦法 因為仙境傳說 其實也算是... 已經推出了多久 還可以試戴 其實試戴是沒意思的 我想這些試戴的飾物是不能進去的 我自己一定是玩騎士的啦 好啦 那... 大家如果想知道下載怎樣下載呢 其實看我的影片就知道啦 我不再說啦 哈哈哈 OK 但是... 如果真的不知道 你也可以問一下我 沒什麼所謂的 我相信有朋友一定不知道啦 那... 這裡就是騎士啦 我選騎士進入遊戲啦 這個是攻擊力高一點啦 看到爆了STR的 那我們進去看看 究竟是否真的神還原啦 那我自己就看過這遊戲的簡介 其實真的很神還原啦 那... 進來其實就... 都看到是否神還原啦 攻擊 現在我是初心者啊 那... 跟以前一樣啦 那... 按自動它會怎樣呢 就會殺附近的怪物玻璃 對啦 但是我發現... 我好像看不到有任務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更多這裡有MVP隊伍 那... 聊天室好友啊 還可以組隊的 那... 我們以前其實玩過仙境傳說 都知道有組隊這件事啦 好啦 繼續打玻璃啦 打看不到 可不可以放大它呢 那...應該都可以的 我看... 好啦 那我們回來了 剛剛按錯鍵了 所以就... 又要再回來 那... 但是還是一類的 希望... 可以打死這隻玻璃它啦 可以不可以? 重擊! 對啦 用重擊試一下 喂 不要死! 喂 暫時升不到呢 啊 看看包包會不會有救命的東西在這裡 包包是沒有東西可以幫我救命的 完成了這個任務 現在就需要 拿到一把短劍 那就升了 那升呢 有得加點 大家看到 那我一定是加... 呃... 力量和... 敏捷啊 因為我想玩這個攻速的騎士 好啦 那就繼續打玻璃先 重擊 重擊 對啦 其實這隻遊戲呢 你說像不像以前呢 那都可以放大回來玩的 嗯...我覺得啦 比仙境傳說漂亮的 始終仙境傳說其實就出了成... 啊... 也有成... 十年了 我相信 啊...有二十年 十幾年啦 又沒這麼誇張的 因為它線的黑畫漂亮了 但是你說... 啊... 啊... 是不是真的漂亮了很多呢 那我又不見它有很大的改變 是線的黑畫 仔細了啦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啦 技能方面應該... 我想大概都是好像以前那樣啦 那看起來認真是... 還原度挺高的 對了 還可以加點那些啦 那任務方面 其實這遊戲沒有導航的 那就暫時都不知道 現在就升到3呢 我們就嘗試一下加攻擊力 繼續都是加攻擊力的 它會有一個加點方案 輸出你就要加到...這個... 二十的SDR 教了你怎麼加 暫時初心者只有重擊而已 我們再打幾下看看 重擊重擊 普通攻擊 現在打玻璃沒有剛才那麼辛苦 剛才給你打幾下玩完 那麼我們去找... 綠巫蟲吧 要是都3呢 看看打綠巫蟲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夠不夠打呢? 還可以的 重擊... 嘩... 扣了成28 不斷地打這個綠巫蟲 現在就... 不斷按好像很吵 不過... 以前的感覺回來了 那些聲效呢... 無論是泳唱或是出技 其實都是泳唱的聲音 其實都是以前的 大家聽到的配音 如果大家有玩過仙境傳說的時候 一定知道 究竟仙境傳說以前的配音是怎樣 那... 它給我的感覺就... 好像... 真的回味有仙境傳說的感覺 可能大家都知道... 嘩...搶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之前都出了一隻仙境傳說 但是那隻仙境傳說 就...不是這樣玩的 那個玩法 我覺得就真的很不仙境傳說 好 那麼... 閃避會增加攻擊 速度會增加 那我力量和閃避會加到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玩這個 攻速型的騎士 可能大家都說 喂... 為什麼玩騎士不是玩血和弓啊 做坦嘛 為什麼你要加攻速啊 仙境傳說以前真的可以任你玩的 雖然你是職業大 你可以玩其他的玩法 可能體力多一點 可能每個人都覺得戰士是體力多一點的 那你就去加攻攻高一點 然後攻速高一點 完全放棄看都可以的 以前就有一些這麼特別的玩法啦 那厲害不厲害就真的好看你的裝備啦 因為都要精煉一下裝備啊 令到它加幾加幾感啊 這... 正在講以前的玩法啊 現在就不知道有沒有 我還沒玩到 對了 但是你說打怪那些其實都... 相當之似的啦 等我拉到... 怎樣拉大呢 其實拉大就是把兩隻手指抹開 好像平時大家看網站那樣 這樣就可以... 做回這個手勢 這樣就可以拉大螢幕了啦 對了 剛才說了那麼久 都忘了跟大家說說 怎樣弄大螢幕了 真的不好意思啊 好 打到這裡 其實還是4個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任務可以完成 因為這隻... 這隻遊戲啊 我暫時還沒看到它有任務... 導航系統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的呢 打完之後我們走了 上去看看可不可以... 問一個錦炭號 看看會解不解到任務啊 錦炭號我來了 先看看 還挺有趣的啊 有以前的東西啊 即是無論是裝備啊 裝飾啊 即是外形啦 咦?這裡完成了一個任務 它說 是不是呢? 博爾好像是接任務而已啊 這裡 再看看這裡 這個是任務來的 不是解緣 呃... 補滿了血了 怎樣? 再問問這個艾琳 樂園登記... 咦? 獵人是有隻鷹的啊 其實跟以前也是一樣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問完艾琳之後呢 那... 哇... 緊急治療 原來是別人的波治療啊 有多好啊 那應該要問一次艾琳吧 我相信 啊... 咦? 原來這個是NPC來的啊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這個什麼來的 我要成楚? 出發! 有些激動 你要一起走? 蛤? 玻璃氣球? 好? 什麼事啊 這麼搞笑啊 哇...玻璃氣球啊 這個 是不是可以拍照的? 哈哈... 好搞笑啊 真的 哇...這個玻璃氣球挺有趣的啊 好啦...這個玻璃氣球 我印象中以前是沒有的 那...現在很有趣啦 做了一個玻璃氣球出來 那...忍不住要忍不住 拍多拍啊 因為...看這個畫面也有點悶啊 哈哈... 好! 又拍多一次了 這樣... 不斷拼命拍照啊 救命 到未呢 但是... 可不可以快點到呢? 那就應該到的了 放大啦 可以由縮小啦 咦? 還未到啊 看你在前線啊 好 那就應該在這裡降落了吧 嘩...還未到? 蛤?終於到了這個 玻璃氣球 好! 那到了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蛤? 帶我由花園的嗎? 即是讓我看看 究竟那個氣球 讓我帶到我去哪裡 那麼搞笑? 那應該是這裡進城了 查傳送是不是跟以前一樣 痾...去到哪裡呢? 那些聲音是一樣的 那還有入場畫面呢? 以前其實都沒有這些入場畫面啦 那其實真的... 其實以前玩仙境傳說都是這樣的 那些畫面 真的...我覺得是一模一樣啊 還原到 那當然啦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啦 記得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的啦 對了...那今天的仙境傳說 來到這裡啦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拜拜